李一峰 李一峰1987年出生于成都 中国内地新生时代男演员 因在电视剧《古剑奇谈》中饰演百里图俗 这个角色而被更多的观众熟知 如今成为当红的小鲜肉 不仅演技好 会唱歌颜值还非常高 在现实生活中 他是个很居家的男人 喜欢做家务 喜欢照顾别人 既善良又可爱 是许多妹子心中的男神 老公 而且经常会在微博晒一些福利章 深受网友的喜欢 更是吸引了不少女性粉丝 今天早晨 李一峰更新微博晒出一张秀肌肉的照片 定配文 洗澡戏 临时抱佛表姿 从照片可以看出李一峰身穿一件小背心 摆出健美的经典姿势 特别是两只胳膊上的肌肉 整个屏幕都是满满的男子汉气息 一大早就晒出这样的福利 网友看了动态之后 评论区瞬间炸起来了 评论量4万左右 点赞14万左右 其中有位网友留言道 首先被演技打动 塑造能力强 赋予角色灵魂 台词功底深厚 极富感染力 多才多艺 是新生代演员的出色代表 由此欣赏和喜欢 本人他是低调 勤勉境界 积极努力 执着肯拼 懂得感恩 满满正能量 气质干净 有想法 有任劲 超越年龄的成熟稳重 融合男人的那脸和男孩的纯真 独具魅力 随后 网友纷纷点赞表示支持 还有网友调侃道 我们低调一点 老哥 你是不是想靠肌肉再圈一波的 咱是怎么了 自从在动物世界 漏肉封印被解开后 你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大青岛的这尺度 吃肉 咱能不聊了吗 其实李一峰送粉丝送福利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年初除处之夜 李一峰晒一张穿着白色的浴袍 背对镜头 十分自信地秀后背 却被两条有黑的小腿抢尽了 但是网友依然安慰到 只是背影一样很帅 最近浙江卫视推出的真人秀节目 这就是灌篮 这档节目是篮球运动类的综艺 主要是为了集结全国不同的人聚焦青年潮流文化 其中有一位领队队长就是李一峰 也是李一峰的综艺首秀